梅羊的服装造型,你最喜欢哪一个? 梅羊属于粉色系角色,她的大部分服装和道具都是粉色的。 牛气冲天中,梅羊的服装没有过多装饰,增加了一条粉色微薄。 粉色腰带上有一个小包包,背后还背着大一点的包包。 顾虎身围中,梅羊有一套可爱的老虎服装,还有一套扁嘴鸭的服装。 如果不是工作太苦,一定也很可爱。 突年顶瓜瓜中,梅羊的宇航服也是粉色的。 前面有一朵小花装饰,后面有一朵很大的花。 开心闯龙年中,梅羊刚去龙世界的时候,穿的是粉色的小裙子。 她的围巾不再垂直下来,而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结。 梅羊给她发明的盔甲更具上女星,整体以粉色为主, 载有少量金色装饰,头顶还有一个音乐的图案。 后来她吹响粉色的龙笛,与她这一身装扮更加搭配。 袭击羊羊过十年中,梅羊的变身卡架是眉红色的, 这个更趋近暖羊的象征颜色。 她的上纸武器是粉色的,加上羽毛装饰,很少女星。 飞马骑鱼机中,梅羊的裙子就是典型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裙。 粉色的蝴蝶结,闪亮的水晶,还有蓬松的裙摆, 再加上透明翅膀就更加梦幻了。 羊天喜羊羊中,梅羊的远古服装有点夸张,是她自己选的。 最显眼的就是头上的蝴蝶结发孤。 后来她捡到的毛毛虫破茧成蝶,还带着她一起飞翔, 跟她的装扮十分搭配。 换出未来中,梅羊除了守护着队的球服, 还有一套粉色的日常服装。 下半身是深色的短裙,休闲又漂亮。 绝战四世代中,梅羊的记者服也是这种休闲的半身短裙。 上半身穿T恤加青色小马甲,显示出她的干脸。 勇场四季城中,梅羊的勇者服装相对简单,依然是粉色为主。 这种不规则的花边显得更加俏皮可爱。 她的背包后面还加了两个小爪子,从正面看也超级可爱。 后来她示意成为春花城的公主, 她的公主群主要以金黄色为主,加上粉色的薄纱装饰, 可能这样显得高贵吧? 仔细看她的蝴蝶结也换成黄色的了。 给换了加油二十五集小羊们变身水果超人, 梅羊的水蜜桃铠甲,主要以大黄色为主, 也是一件小裙子。 背后还有两对翅膀,像一个小精灵。 深海历险季中,梅羊穿了一件粉色的人鱼套装, 大家都说漂亮。 整体贝壳珍珠装饰,背后加了人鱼尾巴, 显得更加逼真。 梅羊的霹雳耗煞就有变装的功能, 她经常做出各种套装来打扮自己。